我們無線通訊的一個解決方案 它可以應用在我們的遠端設備的一些監控 以及說無人的廠房 還有一些車隊管理的一些控制 還有我們的一些語音的警報 做一個解決的方案的一個應用 我們第一個則是我們的RTU-140 那它這是精巧型的一個4G原程 重端設備 那它是使用我們的Mobus RTU 那它可以連接說底下三個Mobus RTU的設備 然後透過4G的一個訊號方式 去上跑一些我底下Device的一些資料 上跑方式就這樣子 那接下來則是我們RFU-400 那RFU-400的話它是透過RS-232以及485 然後轉換成RFU的無線通訊 然後做一個轉換這樣子 然後因為RFU-400的話它是走4G3MHz的一個頻段 那其實它這個一個模組的話 它其實還蠻簡易做使用的 那我們可以依照說上面的一些直播 直播開關以及旋鈕 就可以做一個初步的一些群組設定 以及說它的Channel設定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RUCY的兩台做一個連線搭配使用 第三個則是我們的LRA900 那它這個是232跟485轉LRA的一個無線通訊模組 那它的採用的那個頻率是800和900MHz的一個頻寬這樣子 所以說這兩款產品的話 它是屬於比較一個低頻的一個通訊 不會受其他的一些Wi-Fi模組 比如說2.4G、5G那些其他可能很多外在的一個因素所干擾這樣子 所以說它的可視性的話 在9600的一個包率底下的話 我們的通訊可以長達1000米這麼長這樣子 接下來則是我們的Wi-Fi I-O模組 是TWF-PD4R3 那它這個是有四組的DI 還有三組的那個Relay Output 那我們這個模組的話 它是支援說Wi-Fi的一個通訊協議 所以說它可以透過Wi-Fi去做一個傳輸的一個應用 對 然後它是也有支援說我們的那個Mobus TCP 然後它可以在Web上面 做一個初步的一些使用者的介面設定 那接下來的話則是我們的GRP540MB 那它這個是支援我們的MB IoT 那它也是可以將我底下的RTU的一些設備 做一個設備聯網的一個功能 那它也支援我們熟悉的NQTT的一個通訊協議 這個的話則是我們的GRP540M 它是支援我們的34G的通訊 那跟我們的左邊的這個NT都不一樣了 左邊的NT的話它是屬於NT IoT的部分 那右邊的話這個是屬於說它透過34G 來做一個連結通訊的一個應用這樣子 它同時也可以去應用在我們的RS232485 去將下面底下的一些設備收取進來這樣子 然後透過我們這個GRP做一個設備聯網的一個功能 最後一個的話則是我們的GTP541M 然後UDR 那它這個的話是屬於一個簡訊的一個動態發爆機 它也是有支援說我們的RTU 比如說232跟485做一個搭配使用 它可以去設定說我要針對它的DI點去做一個觸發 然後去做一個簡訊發爆給使用者 去了解說當前的一個使用的作動的一些狀態這樣子 它這個的話有搭載我們的一個冠性導航的一個支援這樣子 那慣性導航的話它可能就是比較主重於說飛機的一些陀螺椅的一些應用上 比如說船的一些加速系陀螺椅應用這樣子 這些的話都是我們的一個無線通訊的一個解決方案 成功的那些文化 而且在美國政府拿下 üBX的適合 請開啟發 我們加入最終的一段時間 在美國現在是最難的